补妆半天 鼻翼卡粉还斑驳 还有小助理这种 面中斑驳成一粒一粒的 今天三步教你在外 快速解决卡粉问题 补完比你刚上妆的时候 还要浮贴好看 虽然补妆一般用乳液 也行 但太大也不好外带 科研是水光棒 小小一只 就很便携 哪里卡粉涂哪里 我现在鼻翼这边 已经斑驳了 第一步 只要我们轻轻地打圈 把卡粉浮粉的地方 给它油开 现在这块卡粉的底妆 就已经被带起来了 第二步 用纸巾把这一块底妆 映走也好 插走也OK 现在它就有一个 很明显的分界线 因为刚用过水光棒 所以这一块 是非常自愿的状态 只需要我们用无名纸 轻轻地把外面的底妆 分界线往里面带 第三步 那如果你不想后续 再出现卡粉棒棒的情况 中角落纹路位置的粉 就尽可能扫上 补妆了7点 取好粉之后 一定要切记 在手掌心拍10到15下 只需要薄薄一层 把这一块的妆来补上 现在就像刚初上底妆一样 很服贴还很好看 一点没有修补过的痕迹 保证足够的滋润度 加少量的粉体 用了这个方法 后续这一块底妆 也很难再卡粉了 而且像科研室这个水光棒 它其实是小小一只 外带也很方便 换季皮肤都容易干燥 或者就是外面吹多了风 包括空调房里 做久了 这种面颊嘴座的位置 哪里觉得干了 随时拿出来抹养一下 干的地方 马上能给到一个及时的滋润 皮肤紧奔干燥 也会及时消失 嘴唇这种没有皮脂线的地方 就很容易干了 还有止盐 秋冬本身就容易干燥 找到吃 这种干烈的 我平时就用它来随便抹一抹 滋润 不愧是最近 风很大 多功能的万用水光棒 日常妆前补妆都能用 小小一只 哪里干的头哪里 真的很方便 感谢观看